第七九一章 立碑今天是为曾文府立碑的日子 一大早 邵海波就招呼人手 先去石匠铺取了定做好的石碑 然后放在农用三轮车上 朝曾文府坟地所在的荒山市去 三轮车后面跟了几十号人 都是镇上的村民 大家知道邵义和邵海波要给曾文府立碑 都自发前去帮忙 手里还提着各种祭品 顺便给也曾文府上炷香 曾文府医术超群 活人无数 医德更是有口皆碑 镇上几乎家家都受过曾文府的恩惠 虽然曾文府去世十多年 镇上的人仍然记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出了镇子走了有几百米 三轮车就无法前行了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只有一条村民上山才要砍柴的小径 王国立招呼大家一起动手 用绳子把石碑绑好固定好 然后穿了四根木柱 一声吆喝 几个壮汉抬起来往山上走 村民们紧紧跟在后面 分成好几波 准备随时替换前面的人 走了有二十来分钟 就到了曾文府的坟前 奉下石碑之后 绍海波给每位道场帮忙的村民在派烟 王国立则拆开爆上山的饮料 招呼大家喝水 分完水 村民们各自找了石块坐下休息 散落在坟地的四周 王国立看了看山下的方向 然后过去问绍海波 曾义是怎么说的 今天能赶回来吗 绍海波道 这么大的事 曾义心里肯定有数 今天上午他一定能赶回来的 王国立一边叹了口气 道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事 竟然忙到现在都回不来 绍海波笑了笑 道 比起以前 曾义现在都算是比较清闲的了 他可是个干大事的人 以后只会越来越忙 说着 绍海波递给王国立一支烟 道 这几天曾义不在 辛苦王叔了 王国立接过烟 笑道 这算个啥 一点都不辛苦 你和曾义还是孩子的时候 王叔我就看出来了 你们将来都是要干大事的人 现在可不全都应验了吗 只可惜曾老爷子去世的早 不然他老人家现在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多自豪呢 别的不讲 肯定是咱们镇上最享福的老爷子了 绍海波点点头 心里多少有一点子欲笑而亲不在的悲凉感 王国立点着烟细了一口 过去喊道 大家该烧香的烧香 该休息的休息 等曾义赶回来 咱就开始给曾老爷子立杯 把这个仪式搞得隆隆重重的 村民们应了一声 就有人起身拿出忌评 摆在曾老爷子的坟前 点上香之后 就按照镇上的风俗 坐一的坐一 磕头的磕头 忙完这一套仪式 村民就围着少海波闲聊 也有咨询治病 打听门路的 少海波脾气比较好 回答起来也是不厌其烦 等了有将近一个小时 山下传来了动静 在空旷的群山之中 听起来非常明显 王国立往山下一观察 当时就怒发冲冠 道 这群王八蛋 曾老爷子都去世这么多年了 他们也不让老爷子安宁 此时的山间小道上 一群人正缓缓往上爬 足有三十来好人 是镇长 书记 有人眼间 一眼就看到了领头的是镇上的领导 肯定没好事 有人说道 镇领导屁股后面跟了一群工人 手里还带着工具 这总不能是来给曾老爷子修坟的吧 欺人太甚 王国立骂了一句 然后掏出手机 道 我这就把人都叫来 看他们感动老爷子坟前一掀土试试 说完 王国立就对着电话一通狂吼 要把镇上的人都叫来 少海波面带愤怒之色 往前走了几步 站在坟前小径的路口 牧师下方 等着山下那群人的到来 村民们都自发地站在少海波的身后 一副同仇敌开的架势 他们大多都受过曾老爷子的恩惠 事先也听说了一些镇里 要签增老爷子坟的消息 今天能够过来 就做好了护坟的打算 民都怕官 村民们并不是不怕镇上的这几位领导 可今天不同 有少海波这位大院长顶在前面 村民们都觉得底气十足 听说镇领导的级别可差了 少海波十万八千里远 大领导还能压不住镇里的几只小喽啰吗 谁让你们站在这里的 没事的都给我回去 镇长爬上山来 插着腰稍微一喘气 就指着面前这些村民喝了一声 完全是一副土霸王的嘴脸 村民们回答镇长的 是一阵沉默 少海波则是冷笑了两声 吃到 笑话 村民愿意站在哪里 那是他们的自由 难不成还需要事先到镇里 向镇长大人报个背 我看镇长大人是没搞清楚状况吧 现在可不是出门还要带良民正的时代了 镇长顿时就吃了个瘪 他一看现场这么多人 本来摆起官甲子吓唬一番 好让这些无官的村民们退避三射 谁知道被少海波抓到话语中的错误 一番穷追猛打 只见过失眠的人就是不好糊弄啊 尤其是同样身为体制内官员的 就更不容易对付了 是啊 我们愿意站哪就站哪 这还伦得到你管吗 村民们反唇相机 这山上也没牌子写了 只需你们当官的站 你管天管地 还能管到老子的脚站哪里 镇长被气得浑身发抖 他早知道今天这个差事不好干 有少海波这位大院长撑腰 村民们肯定是不怕镇领导的 人家可是地地道道的厅级干部 其实自己这些小科技干部能比的 虽然少海波不在沙南省工作 但以人家的地位 在沙南省岂能没有一丁点的人脉 镇里就是有心强硬 也多少有点投鼠技气啊 第一炮没有打响 镇长也不好再发挥了 往后一步 朝旁边的副镇长的打了个眼色 副镇长就站出来 来到少海波面前 道 少院长 你是咱们镇里走出去的人 这点不假 可作为镇里走出去的最杰出人物 是不是应该多多地给家乡做点贡献 以回报父老乡亲呢 少海波没有理会副镇长 这套说词他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副镇长还以为少海波理亏了呢 接着道 少院长在外面身居高位 风光无限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没见少院长给家乡铺过一座桥 修过半条路吗 真正为全镇百姓操心的 还不是我们这些家乡的基层干部吗 不会报家乡 这也就罢了 毕竟这是只能靠自愿 也不能强求 可眼下镇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好容易给乡亲们带来了一个致富的项目 我觉得少院长就算不支持 至少也不会从中阻扰破坏吧 说完 副镇长看向少海波身后的村民 道 乡亲们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礼啊 我相信你们的心里都有意敢称 谁是真心为家乡尽力 谁是为他自己好 你们肯定早有评判 评判你个锤子 王国立骂了一声 指着副镇长道 刘家老二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都要刨了人家的祖坟了 还要让人回报家乡 简直是欺人太甚 你刘家坟地的那座山更大 食料也更好 你怎么不刨了自己的祖坟回报家乡啊 是啊 你姓刘的就是欺负人家 曾义是外来的 是丹利姑 村民们开始翻牢底了 当初你刘老二从山上摔下来 县医院都不敢收 要不是曾老爷子出手 你刘老二这回功夫早就埋山里化成泥去了 还能站在这里乱废 曾老爷子当初就不该就这条狗命 你刘老二每天公款大吃大喝 花工价的钱带自己媳妇出国旅游 难道也是在回报家乡 你跟镇中学的张寡妇没来眼去 也是回报家乡吗 有村民直接朝副镇长刘老二吐口水 就你干的那些破事 老子都不惜说 刘副镇长就是镇上的人 本以为能够指路为马 策反村民呢 谁知道邵海波还没开口辩驳 自己的老底就被村民刨个底掉 当时他就说后面去了 再强行出头的话 怕是脸都要掉裤裆里了 邵海波很反感刘老二这样的人 就像电影里演的 嘴里喊着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 牺牲的却不是自己 村民们都不少 如果今天要刨的是他老刘的祖坟 看刘老二还会不会讲什么 回报家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镇长看刘老二也吃了瘪 当时也懒得废话了 直接撕破脸皮 道 邵院长 我就给扔句话吧 今天就是说破了天 这块被镇里也不会让你立的 如果你非要立的话 就不要怪我们不讲情面 希望你三思而行 不要把事情搞到无法收场 王国立此时又站出来 道 狐狸国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因为什么被发配到镇里 你心里最清楚 一听这个 镇长狐狸国立时就恼了 威胁道 王国立 你不要以为抱上了别人的大粗腿 就觉得没人敢管教你了 你想清楚 你可是生活在沙南省 而不是在南疆省 王国立也是个暴脾气 受了威胁不但不怕 反而直接挑破 道 狐狸国 就你的那点事 镇上谁不知道 你老子死了 你大操大办 修坟占了别人的耕地 事后不但不赔偿 别人理了你还把人打伤抓了起来 现在人家都还在上访呢 要不是因为这事你能到我们镇里来 我呸 今天你竟然有脸站在这里 也不拿镜子先照照自己 狐狸国被王国立接了牢底 灯是红了眼 也顾不上什么斯文了 直接喝道 给我把这个造谣诽谤的家伙抓起来 第七九二章 逆银 后面的人听了狐狸国的叫喊 还真有人打算冲过来要抓王国立 少海波登师大怒 指着那些人喝刀 放肆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敢胡乱抓人 你们的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狐狸国 你也太猖狂了 这些人是镇里的执法队伍呢 还是你狐狸国豢养的打手 狐狸国被少海波一骂 脑子猛地清醒了过来 自己今天带来的全是罗国监工地上的工人 哪有抓人的权利啊 再者 抓人也不是自己说抓就能抓的 那是要有一个流程的 当然了 平时他狐狸国在镇上威风拔面 说抓谁就抓谁 可能也没人会说什么 但今天不同 有少海波这位体制内的官员在场 狐狸国真不敢乱来 一名镇长带着非公务人员 说抓人就抓人 那这镇子到底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呢 还是他狐狸国的私人王国 狐狸国今天真要是敢把王国力抓了 那少海波事后到上面去告状 肯定是一告一告准 狐狸国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 副镇长刘老二此时上前 在狐狸国耳边低声道 狐镇长 今天只要不让他把卑力起来 咱们就算是有交代了 狐狸国便有了主意 说实话 他对这个差事也感到很头疼 曾义和少海波都是体制内的官员 级别海都不低 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跟这种人撕破脸皮啊 何况还是跑人家祖坟的缺德势 这是要把人往死里得罪的 可镇上没有办法 罗国坚咬死就要开这座山 换座山都不行 否则 就以那两条高速公路的审批和建设来要挟 镇里拧不过 只好会报到了县里 谁知县里来了个一推二五六 说是只要不影响高速公路的审批和建设 一切由镇里决定 镇上明知道这是要把人往死里得罪的差事 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跟少海波商量 结果不出意料 少海波把镇领导给骂出了门 还没想好这件事该怎么妥善解决呢 事情又起波澜 少海波要在曾文府的坟前立备 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罗国坚就带着人 压着镇领导前来阻止 少院长 事情之前已经跟你讲过了 道理我想你比我更明白 狐狸国看着少海波 道 这座市场肯定是要开的 它不但关系着家乡的经济发展 更决定着市里两个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 所以多余的话我也不跟少院长讲了 希望少院长能以家乡的大局为重 我也相信少院长是个深明大义的人 少海波不为所动 道 镇里荒山多的事 为什么偏偏选中这里 我对此很不理解 这是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 狐狸国根本没法解释 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 就是罗国坚故意调起来的 他干脆直接了当 道 反正今天的这块碑 镇里是不会让你立起来的 对 副镇长刘老二在旁边帮腔 道 镇里有了新规定 不经允许 任何人不得再焚钱力心碑 这也是上级的指示精神 少海波大手一伸 道 拿来 刘老二一愣 道 什么 上级的红头文件 少海波看着刘老二 道 拿出来 我少海波无话可说 拿不出来 就少跟我来这套 这块被我今天还立定了 刘老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这种缺德式 怕一个镇领导尚且知道不好做 上级领导难道就不要脸面了 除非是昏了头 谁会出这么一份红头文件 刘老二支支吾吾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少海波 立你娘个锤子 身后的工人队伍中走出个胖子 十根手指上都套着黄灿灿的大金戒指 他指着少海波 道 我告诉你 别他娘的不识抬举 别脸不要脸 今天你要是敢立背 老子就敢刨坟 别说你是个院长就是市长 老子也是这句话 不信你试试 少海波毕竟是个文人 就算是镇上的这些土霸王 也不敢太过分 他哪见过罗国坚这种彻头彻尾的无赖 当时被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罗国坚讲不出话来 副镇长刘老二此时又道 少院长 何必呢 这坟是曾家的坟 又不是少家的 人家增益到现在都不出面 你又何必抢出头呢 话音刚落 人群后方传来声音 刘富镇长 你这是有话要跟我讲吗 众人看去 顿时精神一震 消失好几天的曾义 终于是出现了 曾义拨开人群走上来 站定之后 先朝在场的村民深深一鞠躬 道 我和爷爷是镇上的外来户 谢谢乡亲们这么多年的关照和帮助 曾义给你们鞠躬了 直起身 曾义一转身 双目直视刘老二 道 我就在这里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 刘老二突然不知道自己该讲什么了 曾义那么一看 让刘老二连讲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年轻的外地官员 就是县长 书记 身上的官微气势都没曾义重 这目光直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罗总 好久不见啊 曾义只是数秒后 收回目光 又看向了刚才跳出来的罗国坚 罗国坚这些天闹得很凶 可现在跟曾义一碰面 不知怎的 突然就觉得心里有点发虚 甚至是有点害怕 下面的两只脚步由自主往后退了一步 还阴影有一种要逃走的冲动 怎么 罗总不认识老朋友了 曾义冷冷看着罗国坚 罗国坚就没法再回避了 直起腰板耿着脖子 道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这招摇撞骗的野狼中 曾义不为所动 淡淡问了一句 道 罗总的病好了 罗国坚一愣 没想明白曾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下意识点了头 道 好了 周围的人就笑了 罗国坚刚说曾义是骗子野狼中 紧接着又承认自己的病被曾义治好了 这是什么智商啊 曾义看了看罗国坚后面的那些工人 道 看样子 这座市场应该是罗总投资的吧 没错 罗国坚又来了底气 心到自己怕什么 他曾义说到底也是东江省的干部 再是南江的地盘上 尤其是在寻州市 就连市长都得求着自己 他曾义又能拿自己如何啊 只要寻州市想要拿下这两条高速公路 就得站在自己这边 曾义再牛 还能掰得过整个寻州市吗 可惜罗国坚完全不了解曾义在东江的事迹 否则他就不会这么想了 就是在人生地部署的中化市 曾义也是单枪匹马 杀得整个中化市的领导集体束手无策 曾义朝罗国坚拱了拱手 道 那就请罗总看在你我过去的交情上 另外选个地方见时尚吧 罗国坚一听 顿时心里畅快到了极点 曾义这是求自己呢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大手枉费肚子猛的一撮 斜斜撇着曾义 道 我要是不肯呢 曾义也不生气 道 罗总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凡事可不要做得太绝 我就做绝了怎么样 罗国坚胆气大壮 他看曾义有点低声下气求饶的意思了 还以为是曾义拿自己没办法呢 当下道 我告诉你 老子就是看不过你这个眼狼中 就是偏偏要在这里开山炸石 石像的 赶紧把你家的破坟迁走 否则老子就一炮炸了他 曾义没脚处跳了几条 心里已经怒到了极点 只是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淡淡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罗国坚捧着肥肚子 道 也不是不能商量 只要你曾义当着这些人的面跪着求我 我可以考虑换个地方 放肆 你是个什么狗东西 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周围的村民都气炸了 罗国坚这简直是骑在曾义脖子上拉屎 大家还没发飙呢 人群后面就传出一声怒吓 大家看过去 只见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大汉 谁也没见过 中年大汉穿着非常讲究 只是此时极其气愤 脸色黑得吓人 罗国坚扭头一看 顿时就不爽了 竟然还有出来管闲似的 他看着身后的工人 嘲讽道 这是谁家的老狗脱了江 跑到这里撒野来了 也不怕被打断了狗腿 身后的工人自然是纷纷附和 发出一阵哄笑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中年大汉的身后 跳出一个黑脸汉子 抬腿就往罗国坚那边走 看样子是准备动手了 嗨 中年大汉重重咳嗽了一声 拦住了那黑脸壮汉 脸色却是越发的黑了 黑脸壮汉 只得狠狠瞪了罗国坚一眼 然后退到了中年大汉的身旁 他心到这个爆发户胖子是死病了 竟然敢骂省委秘书长是老狗 这不是做死吗 曾毅也是毫无感情地瞥了罗国坚一眼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 现在别说是罗国坚就是罗国坚的哥哥罗国强 也肯定是死定了 体制内的忌讳特别多 身为省委的大管家 平时最忌讳的事就是有人喊 狗这个称呼了 罗国坚竟然骂省委秘书长曲文波 是脱了将没人管的老狗 这可是曲文波心中绝对不能触碰的腻力 想到这里 曾毅索性双手往胸前一捧 冷眼旁观 看罗国坚今天要怎么死了 第七九三章 秀游自取 你好大的底气啊 曲文波面无表情地看着罗国坚 道 一个小小的食材商 竟然敢如此羞辱威胁恐吓一位政府官员 到底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底气 罗国坚没有那么傻 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哥哥罗国强 不过他爱炫耀的毛病肯定是改不掉的 道 别说是什么医院的院长 就是我们寻州市的市长 他见了我照样也得客客气气的 这啥难省求着我罗国坚的人多了去 好啊 好啊 曲文波怒急返校 道 我今天倒要好好认识 一下你这位通天的大人物 说完 曲文波就看了一眼自己身旁的那位黑脸壮汉 黑脸壮汉自然是明白曲文波的意思了 这是要把寻州市的市长请过来了 看看市长到底对罗国坚有多么的客气 黑脸壮汉点点头 就拿起电话开始拨号吗 罗国坚还没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什么样的人物 站在那里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是你想认识就能认识的吗 身后的工人纷纷附和 道 我们罗总可是大盲人 平时就是县长想见我们罗总 那也得提前半个月预约 市长至少得三天 你这老狗贼算什么东西 也想认识我们罗总 也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 罗总的事你也敢管 我看你是老兽星之皮霜 活够了吧 这些人是越闹越不像话 话是越来越难听 要不是屈文波成俯身 换个人都有可能冲上去跟罗国坚拼命 曾义就听不下去了 道 罗国坚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辨识了 罗国坚依旧没放过多管闲事的屈文波 朝屈文波的方向催了一口 道 等老子办完正事 再好好收拾你这老东西 说完 罗国坚看着曾义 道 姓曾的 痛快点 要么跪下磕头 要么赶紧把地下的老东西给我弄走 告诉你 我的耐性可是有限的 真要是逼我动了粗 可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邵海波一听就炸了 再也忍不住 冲过去就要跟罗国坚拼命 道 罗国坚 你别欺人太甚 曾义伸手按住了邵海波 然后冷冷看着罗国坚 道 罗国坚 你现在收手的话还来得及 别等事情真的无法挽回了 那时候可没后悔要吃 我呸 罗国坚朝地上吐了口痰 道 你当老子是瞎大的吗 告诉你 老子我什么要都吃 就是不吃后悔药 曾义冷笑两声 道 我看你是就由自取 死不足惜 少他娘的废话 罗国坚一甩胳膊 道 啰啰嗦嗦搞这一套有什么用 以为这就能吓住老子吗 你小子要是有能耐 就把敢管我罗国坚闲事的人找出来 我倒要看看 沙南省有哪个敢跟我罗国坚过不去 找不出来 就赶紧痛快千坟 曲文波气得两手青筋都露出来了 咬着牙道 嚣张至极啊 嚣张至极 话音刚落 罗国坚腰间别着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罗国坚此时气势正盛 自我感觉微风八面 这电话一响 搞得他还很恼火 不过抓起来一看 罗国坚脸上的嚣张至极顿趣 紧接着换上一副笑容 大哥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啊 罗国坚笑着问道 眉眼间有一股得意 罗国坚可是他的骄傲和靠山 我再不打这个电话 就要被你给彻底害死了 罗国坚在电话里怒吓 道 你他娘的到底在做什么啊 罗国坚 你要是想死 就自己找个山崖跳下去 别他娘的连累我 不是 大哥我 罗国坚被训得一头雾水 道 我没做什么啊 没做什么 那你还想做什么啊 罗国坚怒骂 道 罗国坚 你可真是给我长脸啊 省委去密书长 我总共也才见过两次 话都没说上一句 现在却让你给得罪了 密书长 罗国坚更猛了 道 我根本不认识密书长啊 也从来没见过 荀州市市长把电话都打到我这里 难道还有假不成 罗国坚气急了 省委密书长那是能够得罪的人物啊 那可是省委常委轻飘飘一句话 就能把自己打入十八层地狱 他道 我不管你在做什么 现在马上给我收手 等我过去处理 我 罗国坚还想解释 你给我去死 罗国坚骂了一句 就挂了电话 他哪还有心思听罗国坚解释 他自己还想着该怎么解释呢 拿着电话响了一会 罗国坚终于意识到自己今天是闯下大祸了 可他怎么也不明白 自己是哪里得罪了省委密书长 自己压根没见过啊 现场扫了一圈 当是陷落在屈文波身上时 罗国坚似乎是有点明白了 心里一咯噔 脚下就有些慌张 罗国坚扭转身子 打算先离开这里再说 罗总 站在屈文波身旁的黑脸壮汉 此时几个剑步就到了罗国坚身旁 一把抓住罗国坚的手腕 哦 怎么这么快就要走 你我还没有好好的认识吗 我 罗国坚有心想挣脱了黑脸壮汉逃跑 但又实在没这个胆量 只得任由那黑脸壮汉抓着自己的手腕 还得陪着笑 道 这位大哥 今天的事怕是有点误会 没有的是 黑脸壮汉捏着罗国坚的手腕 道 刚才罗总的威风 我们可都是亲眼所见 哪来的误会啊 逗大的汉珠就从罗国坚的脑门上滚了下来 他已经可以确定 刚才管闲市的屈文波就是省委秘书长了 罗国坚就是在上 也知道省委秘书长不是自己能得罪的人物 当时那两条肥腿都忍不住打战了 嘴里哆哆嗦嗦道 我 我错了 黑脸壮汉只是冷哼一声 现在知道错了 怕是已经晚了 他拽着罗国坚的胳膊 就把罗国坚往去文波那边扯了扯 大哥 大哥 罗国坚脸色白得吓人 仿佛对方要把自己往火坑里扯一般 那眼里充满了恐惧 道 我 我真错了 错可以乱认 人可不能乱认啊 我不是你大哥 你大哥叫罗国强 黑脸壮汉刚才给寻州市长打电话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罗国坚还有位大哥 是省交通厅规划处的处长 罗国坚听对方叫出自己大哥的名字 当时就崩溃了 还没等黑脸壮汉再拽他 自己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整个人都软掉了 我总 我总 后面的工人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一看罗国坚摔倒 抢着上前帮忙搀扶 罗国坚太肥了 好几个工人一起使劲 刚把他拉起 谁知一松手 这家伙又软倒在地 再次跌倒 罗国坚有点回过神来了 抬起头打量一番周围的情况 也不知道哪里又来的力气 突然就窜起来直奔曾爷儿去 曾 曾大夫 罗国坚冲得太猛 一下又摔了个跟头 没等爬起来 就连滚带爬到了曾义跟前 一拽曾义一惊 道 曾大夫 我错了 都是我鬼迷心窍 恩将仇报 你大人大量 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再也不敢了 这一出把现场的所有人都给惊呆了 村民们你看我 我看你 全都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突然来这么大的一个转折 肯定是曾老爷子显灵了 王国立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 猛地喊了一嗓子 村民们如梦方形 可不就是曾老爷子显灵了吗 否则罗国坚怎么会突然失心疯啊 上一秒还嚣张跋扈 一跌跤就变了个人 罗国坚可顾不上那些了 拽着曾义继续恳求 道 曾大夫 你要是生气 就狠狠打我一顿吧 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 我就是个混账 曾义冷冷站在那里 不为所动 罗国坚这绝对事实无可恕了 要不是屈文波今天过来要处理此事 曾义很可能都要忍不住 亲手收拾了罗国坚 他跟爷爷的感情 以及对爷爷的崇敬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到的 曾义可以接受对自己的一切 但绝不能容忍有人让自己爷爷地下难安 少海拨掩几手快 抬起一脚 就把罗国坚给踹倒 他这个思思文文的大院长 也终于是忍不住动了粗 罗国坚起身还要再去抓曾义 却被及时赶到的黑脸壮汉扣住手腕 给扯到了一旁去 群州市财政局局长 施围此事到了山下的小镇 正打算找人问问曾义的家在哪里呢 身后突然传来尖利的警笛声 施围回头去看 只见一列车队急驰而来 最前面的是几辆警车 其中两辆竟然是防暴车 施围有些吃惊 小镇看起来很平静啊 难道还出了什么大事件吗 再往后看 后面的车子竟然是白马县书记县长的作家 虽然是山路 车队的速度可是快得吓人 眨眼间车队就到了跟前 施围抬起手 朝白马县书记的作家挥手致意 打算问一问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方便的话 再跟对方谈一谈增益说的那件事 谁知车队呼啸而过 丝毫没有减速 只留给施围一鼻子的灰尘 施围看着车队离去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自己这么大的活人 白马县这么多领导的车子过去 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得见 肯定是出了天大的事 施围站在那里想了想 然后跳上车 追着车队的方向就跟了过去 第七九四章 落幕 出了阵子没多远 车队就挤在了路边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只能是步行通过 白马县县委书记一声令下 所有人下车往山上小跑前进 前面的警察还好一些 停时多少有训练 可苦了后面这些养尊处优的县领导 只往前跑了五十米 就有人气喘如牛 腿酸脚软 施围此时撵了上来 把车子一停 朝前追了几步 就喊了起来 王书记 张县长 白马县的书记县长回头一看 等看清楚是施围 两人的脸上竟然出现了几次欣喜 然后小跑返回 过来一把抓住施围的手 道 施局长 您可千万得搭救我们一把啊 施围吓了一跳 心道我连什么事都不清楚呢 当下问道 这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白马县的县委书记王又评便道 这小镇上除了见食厂的事情外 还能有什么大事 施围很是吃惊 急急问道 是不是因为千坟的事起了冲突 情况到底如何 有没有人受伤 施围能不交集吗 他今天过来 就是想给曾毅和罗国坚当个和适劳 准确说 是要劝曾毅暂且先小退一步 在眼下争取高速公路的这个街骨眼上 曾毅要跟罗国坚拧着来 那就是跟整个寻舟是过不去 多半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谁知还没见到曾毅 就出了大事 这下可就不好收场了 王又评便道 冲突倒是没有 就是省委的区密书长今天不知为何 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还被罗国坚给冲撞了 现在情况不明 我们接到市里通知 正要前往救援呢 啊 诗委这次是真的吃了一大惊 省委秘书长举文波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这怎么可能呢 秘书长下来 怎么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 诗委也来不及细想了 连忙道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过去吧 可千万不能让秘书长出了状况 说完 诗委把腿就往山上跑 今天自己来的不巧 但也来的太巧 不巧的是秘书长被冲撞了 巧的也是秘书长被冲撞了 自己率先赶到现场 搞不好还有一份功劳 王又平后面气喘吁吁追上诗委 道 诗局长 今天是给那位曾文福老先生立碑的日子 曲秘书长突然出现 怕是有一定深意吧 诗委听了之后就是一愣 他刚才被秘书长现身的消息给惊到了 一时也没往这方面想 现在被王又平一提醒 他才有点回过神来 是啊 曲秘书长的工作职责是负责省委的内部杂事 极少跟基层政府有牵扯 而且曲文波秘书长本人在白马县 也完全任何的人情关系 今天突然现身这里呢 实在有点奇怪啊 王又平便道 诗局长 我听说 那位曾义是诗局长在中央党校进修时的同学 诗委便明白王又平的意思了 当下微微一汗手 算是承认了 王又平就用着恳求的口吻 道 等会见了老同学 诗局长可一定要帮我们白马县解释一二 诗委之无两声 没有说是不帮忙 也没说帮忙 而是埋头往山上继续跑 脸色很不自然 他现在心里也是一阵后怕 幸亏自己今天早上有点事情给耽搁了一会 否则自己先到一步 这会功夫倒霉的说不定就是自己了 因为自己本来是要劝曾义退让一步的 这话要是说出口 那就是站在了罗国坚一方 曾义很可能要跟自己这位老同学割袍断义了 万幸啊 实在是万幸 诗委心中暗闹侥幸 就差那么一点点 自己就要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屈文波秘书长很可能是曾义请过来的 自己得罪曾义 就不仅仅是失去一位重要的助援 极有可能今后在沙南省都会变得寸步难行 你当屈文波秘书长的身份是摆设吗 回国神 诗委又庆幸不已 自己一直都在猜测曾义背景强大 可惜始终无法证实 今天一看 曾义的背景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 只是在自己爷爷的坟前数一块碑 就连堂堂的省委常委都要现身官吏 这份量实在是吓人啊 前面的警员赶到现场 后脚先领导也到了 他们今天可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得出来 才没有被落下 跑得是眼前直冒猩猩 生怕曲文波出了状况 罗国尖的嚣张跋扈 县领导都是领教过的 除了他哥哥罗国强 根本没人能管得住 突然出现的大批警察 把坟前的村民和工人都给吓住了 大家一生全弄不清楚出了什么事 工人们以为是警察来处理自己的 村民们又认为警察是跟罗国尖是一伙的 当时现场就有点混乱 施伟站定身子喘了口气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坟前的增议 再往增议旁边看 就看到了省委秘书长曲文波 秘书长 施伟喊了一声 就小快步跑了过去 来到曲文波面前站定了半弯的身子 道 秘书长 让您受惊了 曲文波用眼角夹了一眼 冷冷说道 你是哪个 施伟便道 秘书长 我是循州市财政局的施伟 是曾义的老同学 得知曾老爷子坟前立背 特地赶来治理 结果在山下遇到白马县的同志 听说秘书长在山上被人冲撞了 我就立刻赶了过来 施伟往山上跑的功夫 就想好了说辞 本来是劝曾义让步的 就变成了是特意来治理 曲文波一听是曾义的同学 神色才好了几分 特意打量了两下 看看施伟的年龄 便猜到这可能是党校同学 他道 白马县的领导在哪里啊 施伟立刻侧过半个身子 把身后的王又平让出来道 这位是白马县的县委书记王又平 王又平此时惶恐至极 也不敢找曲文波握手 他跟施伟一样 半弯个身子 关切而紧张地道 秘书长 你没事吧 曲文波鼻孔中冷冷一横 道 有事的怕是你王又平吧 此话一出 吓得王又平是魂飞天外 当下双腿都忍不住打起颤 要不是两手狠狠掐着 怕是当场都要抖起来 他道 秘书长 是我们没有及时把事情处理好 让您受了惊 我岂只是惊啊 曲文波依旧是那副冰冷的口气 而且还带了几分怒气 冷笑道 你们白马县今天可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一个小小的食材商 竟然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要挟威逼政府 甚至是辱骂恐吓国家干部 他的口气 我看比省委吴书记还要大吗 王又平当时眼前一黑 差点都要晕倒在地 罗国坚的跋扈他是知道的 曲文波说的这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 罗国坚这纯粹是找死 可他娘的还连累了白马县 这是说清了 是白马县没有及时处理冲突 说中了 那就是王又平致县无方 党管一切绝对不是说着玩的 白马县连一个小小的食材商都管不住 那王又平 这位县委书记 就真的没有任何必要再干下去了 秘书长 您听我解释 王又平上前两步 就要去解释 曲文波可没什么兴趣听解释 他今天被人骂了 老狗 此时正一肚子火啊 王又平撞在枪口上 岂能不喷个满头血 还好诗位聪明 在后面拽了拽王又平 轻声提醒道 先拿个解决方案吧 王又平这才回过神来 自己匆匆忙忙赶过来 一点实际措施都没有 只凭红口白牙就向秘书长进行解释 这哪有什么说服力啊 当下他拿定主意 一转身就杀气腾腾地道 把这个无法无天的锣过肩给我抓起来 还有这些帮凶 全都给我控制起来 警察们早就等在一旁了 一声令下 就把工人们围起来 搅了工具 然后集体压到一旁 蹲着看管起来 罗国坚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 被警察暗倒在地 然后接接实实考了起来 王叔 书记 罗国坚疼得刺牙咧嘴 喊道 王叔记 你可要帮我这一回啊 我真不是故意冲撞秘书长 我不知道他是秘书长啊 你要帮我解释 王又平这时候唯恐自己撇不清呢 哪敢让罗国坚再把自己往深水里拖 他只恨自己为什么会认识罗国坚呢 没等罗国坚说完 王又平一时眼色 警察就在罗国坚被心处狠狠倒了一锤 罗国坚后面的话便喊不下去了 收拾了罗国坚 现场就剩那几个镇领导了 此时惶惶如丧家之犬 想溜走又没有胆量 只得可怜巴巴地看着王又平 只盼王书记跌下死守 毕竟这事可是被县里推到镇里的 他们也是没办法才硬着头皮来的 还是被罗国坚强逼着来的 王又平没有任何的犹豫 转身对身旁的县长道 我建议对这几位队伍中的败类给予当场免职 并调查其他问题 一并处理 张县长哪敢不同意 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一把手二把手同意 这事就算是定了 镇里的几个领导一听 当时面如死灰 虽然早有当炮灰的觉悟 但也没料到王又平下手会如此重 不但免职 还要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这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啊 王又平咬了咬牙 他不得不这样做 他不狠狠地处理镇里的这几个替罪羔羊 那么这个黑锅就得由自己来背了 刚把这几个镇领导处理了 山口又传来动静 荀州市的市领导也赶了过来 同样是跑得气喘吁吁 汗流加倍 想摆出个凝重关切的神色 也有些办不到 脸上的肌肉已经是喘得不受控制了 第七九五章 立卑逆书长 荀州市委书记郭婉阳的岁数有点大了 这一路小跑上来 喘得嘴都喝不住 隔老远都能听到忽视忽视的声音 他扶着一棵小树顺了下气 就赶紧快步来到曲文波面前 道 秘书长 我们来晚了 让您受惊吧 荀州市长官庆锋紧跟其后 道 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 请秘书长责罚 曲文波刚才把白马县的领导 劈得狗血淋头 现在气已经消了一半 脸色也没有那么难看了 只是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面对荀州市领导的自情处分 他冷冷地哼了一声 荀州市的一二把手也算是一方诸侯了 而且一来就把姿态放得如此低 曲文波就算心里还有火 也还是要给对方几分面子的 王又平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婉阳就回头看着白马县委书记王又平 脸上罩着一层阴云 王又平赶紧道 郭书记 冲撞秘书长的罗国坚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镇政府里那些害群之马 也已经被县委就地免值 事情的详细过程和具体原因我们会进一步核实 并且从严从重处理 坚决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讲这话的时候 王又平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郭婉阳质问自己 这就是有拿自己开刀的意思 幸亏自己来得早 已经从严从重进行处理 否则郭婉阳这时候就要对自己不客气了 郭婉阳确实有这个打算 如果只是不痛不痒的处理 肯定无法对曲文波做出交代 只是王又平已经下了重手 倒让郭婉阳无法再开这个刀了 当下只得狠狠殉道 太不像话了 是 请势力放心 请区秘书长放心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给出一个满意的交代 王又平又赶紧做着保证 只是心里有点范畴 镇领导倒是好说 免了也就免了 谁让他们撞在枪口上了呢 可罗国坚怎么处理啊 只要罗国强不倒 怎样处理罗国坚还真让人头痛 正想着呢 罗国坚又缓过进来了 当时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道 郭书记 官市长 我是罗国坚啊 看在我大哥的面上 你们可要为我讲句话啊 只要能保我一条命 我大哥不会亏待 郭婉阳和关庆锋起起变色 这罗国坚简直是要做死啊 生怕秘书长不知道你大哥是谁吗 这时候你这么喊 除了会让你大哥罗国强倒霉外 还能有什么好处 混账 郭婉阳狠狠狠地在地上跺了一脚 王又平也是吓出一身冷汗 回头想杀那几个警察的心思都有 明明刚才都打了眼色 怎么还是没看住罗国坚啊 那几个警察这次可没再犯糊涂 无嘴的无嘴 下黑拳的下黑拳 顿时就把罗国坚弄得没了声响 一个小小的食材商人能量倒是不小 难怪有如此大的胆子 敢在朗朗乾坤之下羞辱恐吓政府官员 带领池谢凶徒强占他人坟地 曲文波冷冷说道 郭婉阳怕曲文波对自己有所误会 便赶紧解释道 秘书长 前几天我们市里召开了一次争取高速公路的动员大会 罗国坚作为食材供应商也有参加 我也是就见过他一次 是啊 关庆峰帮郭婉阳做了个证 两人也是很头疼 市里争取高速公路 眼看就要大公告成了 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件事 搞得市里都不知该如何办了 市里当然得跟曲文波保持一致 毕竟曲文波是省委常委 手里握着一票 可以决定寻周氏领导的乌纱帽 但这个节骨眼上要是罗国强倒了 市里的一切努力就算是白费了 等换了新的规划处长 就不知道又要唱什么调子了 一般来讲 如果前任半路垮台 那么前任所推出的任何东西 都会被接任者给予暂时搁置 甚至是全盘否定 因为前任很可能就是栽在了这些项目上的 安全起见 接任者轻易不会去碰触 站在曲文波身旁的黑脸壮汉此时上前 在曲文波耳边轻声讲了一下罗国坚的底细 曲文波微微汗手 脸色顿时又变得难堪 只是仗着一个小小的规划处长 就敢如此嚣张 甚至连威逼增一跪下求饶的话都讲得出来 这是何气嚣张啊 曲文波的心里就有了主意 再来之前 大老板已经对他有所暗示 这次下来可能会有点事情发生 曲文波也早有心理准备 刚才一来就看到罗国坚的霸道 曲文波心里还有点纳闷 心道不过就是一时才伤 这么一丁点的小事 大老板怎么会让自己亲自过来一趟处理呢 现在得知罗国坚的底细 曲文波倒是想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难道是大老板对省交通厅有所不满 想借此敲打敲打 既然你罗国坚罗国墙两兄弟撞在了枪口上 那就拿你们开刀吧 曲文波拿定主意 就问道 在这里开山踩石 有没有国土部门的批准 有没有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郭婉阳和关庆峰就不好回答了 为了争取到高速公路的项目 市里对罗国坚的要求是全部满足 他要建石场 市里肯定是一路大开绿灯 搞不好所有手续都齐全 至于审核和评估 估计就是做做样子 退一步 就算没有手续和审批 市里也肯定是默许支持 王又凭此时道 秘书长 据我所知 罗国坚的石场没有办理任何手续 针对此事 我们会做进一步调查 如果发现其中有什么违法行为 我们会加重处罚 曲文波就点了点头 有这一条 罗国坚就跑不掉了 罗国坚跑不掉 罗国墙自然也跑不掉 把这些人全都带走 曲文波一摆手 不跃道 别让他们搅扰曾老先生的清宁 黄又凭大喜 赵区秘书长的意思 好像自己是闯过这一关了 他立刻吩咐警察 把罗国坚和那些工人 全部带走 人手不足 再从县里调派警力车辆 务必要把所有人都看管仔细 恶哄哄一阵 坟前就恢复了清静 郭婉阳此时上前一步 道 秘书长 山里风大 您看 曲文波没有理会郭婉阳 侧脸看着曾毅 道 曾毅 大家都在等着呢 虽然出现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 但别错过了时辰 误了大事 曾毅点点头 招呼一声 道 立碑 飞脸壮汉此时走到一旁 从林子里扛出早已准备好的花圈 恭恭敬敬地摆在了坟前 等看清楚花圈上的晚辞 荀州市领导集体惊骇了 因为这花圈竟然是省委大老板送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眼前这座山坟里藏到底是谁 怎么能让大老板派秘书长 亲自过来送花圈致意 这待遇可是高的离谱 为什么自己之前一点都没听说 飞脸壮汉放下花圈 脚步不停 到林子里转眼又扛出另外一个花圈 只见上面落款是沙南省保健委员会主任 曲文波 荀州市领导又是集体意外 为什么曲文波前面的官嫌不是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 而是省保健委主任 不管为什么 大老板和省委秘书长同时送来花圈 都让荀州市领导不敢小事 村民们看楼国间一行人被带走 心里又欢喜了起来 开始帮忙挖坑坐碑基 还有一些后来赶过来的村民 大家一起动手 就把曾文府的碑立了起来 开始进行加固 市委此时瞅了空 悄悄来到市长关庆锋的身边 道 关市长 关庆锋看到市委出现 很是意外 眉头一皱 道你怎么也在这里 市委没有解释这个 而是赶紧介绍坟地的情况 道 这座山坟 里面葬的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姓曾 曾老爷子 以前是开堂坐枕的老大夫 曾老爷子的孙子曾义 是我的党校同学 如今在东江省工作 今天是要给曾老爷子的坟钱力快杯 关庆锋一听 这才弄明白情况 心道 难怪区秘书长今天是以保健为主任的身份过来 省委秘书长亲自过来送花圈 确实有点规格高了 但要是用这个身份 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下他低声道 这里事情结束 一定要向我引荐一下你的这位同学 这可是我们寻舟式的杰出人士啊 市委就点了头 他看得明白 这次省交通厅的罗国强肯定是要倒霉了 接下来市里能否拿下高速公路项目 怕是还得靠曾义帮忙啊 大老板都送来花圈 曾义和大老板的关系岂不是显而易见 在镇里两位老人的主持下 力杯仪式开始举行 曾义作为曾文府唯一的亲人 亲手把杯立起来 然后在坟前磕了头 邵海波也跟着磕头 这一季哭得非常厉害 今天力杯的是一波三折 让邵海波的心里很压抑 旭文波竞献花圈 代表吴宝玉以及保健委在坟前鞠躬 循州市领导紧跟起后 只恨自己事先没有得到消息 两手空空 也没带花圈过来 白马县委书记王又平则想着别的事 这座坟县里今后一定要照顾好啊 弄不好什么时候大老板又要问起来呢 力杯仪式结束 按照乡里的风俗 曾义要请今天前来帮忙的乡亲 和到场致意的宾客吃顿饭 范王国立早就安排好了 当下曾义就邀请村民和曲文波到镇上去用饭 刚下了山就看到一辆车匆匆而来 下来的正是罗国强 两兄弟长得有点相似 不认识的人也能猜出来 罗国强下车一瞧 就直奔曲文波而来 道 秘书长 曲文波似乎根本没看到罗国强这个人 他一扭身 直接上了车 然后绝尘而去 片刻没有停留 后面的循州市领导一看 自然不敢去跟罗国强打招呼了 曲秘书长那家事 摆明了就是要收拾掉罗国强啊 这时候谁敢去沾晦气 没等罗国强过来 这些老狐狸一个个都钻进自己车里关上门 走的是毫不拖泥带水 眨眼间 山下就空了 只留下罗国强一个 罗国强面如死灰 曲秘书长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 他心里很是清楚 他此时都恨不得要杀了罗国强 到底这家伙是怎么得罪了秘书长 竟然秘书长连一丝情面都不肯留 省交通厅的实权处长 有时候比排名手里没什么权力的副省长 还要牛上几分 罗国坚敢那么嚣张 确实是有底气的 只是很倒霉 今天碰上了曲文波 在原地响了一会 罗国强钻进车子 打算跟过去 今天无论如何 哪怕是死皮赖脸 自己也要向曲秘书长解释一番 否则就真的是死定了 刚发动车子 电话响了起来 罗国强一看 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不过还是按下接听 道 厅长 你有什么指示 国强啊 下午厅里有个会 非常重要 希望你按时来参加 电话里传来省交通厅长的声音 听起来非常温和 完全没有半丝火气 可罗国强的心却掉到了谷底 握着电话的手都开始发抖了 厅里几乎天天都有会 可什么时候开会 也需要由厅长来亲自下达通知了 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偏偏今天发生了 而且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想想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有问题吗 电话里再次响起厅长的声音 这次就有点压迫力了 罗国强回过神 道 没问题 我下午准备参加会议 好 希望不要让大家久等 厅长便挂了电话 收起电话 罗国强在车里坐了很久 他知道自己这次肯定是灾了 厅长这时候打开这么一个奇怪的电话 本身也是大有玄机的 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就两条路 一是趁上面还没动手 赶紧跑 二是回去参加会议 接受上面的处理 思考良久之后 罗国强发动了车子 他决定去参加会议 在交通厅干了这么多年 从小可原一步步干到副处长 处长 他屁股下面肯定是一堆的屎驼子 但能坐稳这个位置 他也有点本事能量的 回去参加会议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可一旦逃跑 那就万劫不复了 下午的省交通厅会议上 罗国强被厅里要求暂时放下工作 前去参加一项很重要的学习 这就是被卸了全 会议结束了之后 已经有纪委的人等在了门口 罗国强还没来得及去参加学习 就先去纪委报到了 第796章 林姐 酒宴就安排在镇上 由镇上唯一的一家饭店负责制作 在增益的老宅摆了十几桌 按照之前的计划 只是请今天上山的匠人和村民们吃酒 谁知道出了罗国间这事 把县里势力的领导都给惊动过来了 十几桌明显是不够了 光是这些领导就做了三四桌 增益只得让王国立赶紧过去 吩咐饭店多备材料 今天过来吃饭的人很可能会很多 果然 听闻现领导是领导都来增加吃饭 甚至还有省里的大领导 镇上一下沸腾了 人们把增加的老宅围的水泄不通 有过来凑热闹的 有过来看稀奇的 也有趁机打算找领导告状深渊的 到最后 还有很多人是从外面赶来的 而且是有备而来 全都带了花圈和花篮 花圈是要送到山上曾文府坟前的 花篮是恭贺老宅重修的 不仅有县市的领导 就连一些当地的企业得到消息 也都赶了过来 想找机会跟领导攀点交情 酒烟一直持续到天黑才结束 镇上的厨子炒了一天菜 累得胳膊都赚了金 最后来的客人 就只管上酒 以及县城包装袋里的熟食了 好在这些人过来也不是为了吃喝 去文波今天任务圆满完成 看看天色不早 就起身返回省城 准备向吴宝玉汇报 县市领导自然要送到地界处 少海波喝大了 没等客人走 就人事不醒 被村民们抬着送回家去了 今天给曾文府立杯 来了这么多人 搞得红红火火 让他多年的愧疚终于有所宽视 第二天一早 少海波醒来之后便启程返回南江 省人民医院一大摊子时 还等着他回去主食呢 曾义也没有多呆 跟王国立夫妇打过招呼 便去了渡山市 在返回东江之前 他还要为陆香柔再复诊一次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寻州市的高速公路 这件事昨天寻州市领导 已经拜托过曾义了 施委还专门找曾义讲了话 曾义不好推辞 不管怎样 曾义也不想因为罗国坚的事情 而耽搁了家乡的发展大忌 如果高速公路真要是因为这是被搁置 这让曾义以后都不好意思回家乡了 他给家乡也没做过很大的贡献 如果能够把高速公路的事情落实下来 也算是为家乡了尽了一份力 在渡山市待了一天半 沐香柔的恢复情况非常好 已经基本痊愈了 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吴宝玉再次提起铁路枢纽的事情 曾义向吴宝玉介绍了一下 轨道部的基本情况 八英等吴宝玉进京游说的时候 帮吴宝玉联系轨道部的部长颜丽成 以及副部长江晚舟 潘宝玉跟颜丽成关系非同一般 曾义和江晚舟打过交道 只是帮吴宝玉牵线的话 问题并不大 至于事情最后是否能够成功 主要就看吴宝玉的决心有多大了 这一方面曾义是帮不上忙的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曾义再找机会向吴宝玉引荐军工大老宅万山 循州市高速公路的事 曾义也向吴宝玉提了一句 吴宝玉没有直接答应 但点头表示会过问的 其实吴宝玉并没有想到 这次的事情会牵扯到交通厅 徐文波会错意 直接把罗国抢给拿下了 现在搞得交通厅人人自危 省内道路工程全线停滞 这并不是吴宝玉想要看到的局面 忙完这一切 曾义向吴老道了别 就起身返回东江 到走的时候 曾义才知道罗国坚为什么要向自己发难 上次治好罗国坚的极度杨虚病之后 罗国坚把剩下的一点吊胶当作是宝贝疙瘩 逢人便拿出来吹嘘咸摆 只差把吊胶吹成能起死回生 反老还童的神药 后来有一次碰到一位做家具生意的老板 以前是个木匠 他看了罗国坚拿出来的东西 一眼就认了出来 说这是吊胶 不值钱 他的场子里都是拿来沾木板的 罗国坚当时很生气 把他搞家具的老板狠狠骂了一番 不过回去之后却长了心眼 他特意去看了别人熬制吊胶的过程 竟然和曾义让他熬药的过程是大同小异 罗国坚又找遍整个沙南省的水产市场 最后还真让他找到了三羊鱼 原来只是很少见的一种海鱼罢了 几十块钱就能买一条 罗国坚在啥 也知道自己肯定是上当了 回想当时的情景 他没有找到任何曾义骗自己的把柄 也不确定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三羊鱼 或许是自己被卖鱼的给骗了 但想起自己曾经被曾义捉弄过的经历 他觉得这肯定就是让曾义坑了 这时候他才不管曾义有没有治好自己的病呢 罗国坚自我感觉在沙南省也算是一号人物 有钱了就更讲体面 却让曾义连番戏弄 这口气他怎么也咽不下 这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让罗国坚最终倒了大霉 还把自己哥哥也拉下了马 回到东江 司机老张已经等在了机场出口 接上曾义之后就直接上高速往中化市去 等下高速 天色已经有些黑了 中化市街上的霓虹灯陆续亮了起来 车子出了收费站往前走了一截 刚拐过弯 就看到前面路口处停了两辆警车 其中一辆上面竟然还印有 特警字样 前面的民警已招手 拦住过往的车辆检查车上人员证件 穿着山岸制服的特警 则鹤枪实弹站在身后极迷远的地方 随时应付突然状况 司机老张刚把车子使尽一些 就由民警抬起手 示意司机老张靠边停车 随后一位民警一位特警就向跟着走了过来 曾义往外看 正好看到徐力就站在远处的特警车旁 徐力此时也看到了曾义 不过没有动 仍旧站在那里 只是朝曾义的方向微微一点头 随即把视线挪开 过去检查另外一辆被拦下的出租车 司机老张把车停稳 就掏出证件 不满地道 怎么搞的 自己人的车也要查 但民警上前接过证件一看 原来是试农委的车子 当即就赶紧放行 也没往车上漫秒 现在谁都知道是农委 还有一位是领导 座驾就是普通的桑塔纳 离开检查点之后 曾义问道 市里这两天出了什么事情 怎么查得这么严 像刚才的那种情况 一般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市里要搞大活动 提前排除安全隐患 保障重大活动的平稳进行 第二就是出了重大的治安案件 眼下只有第二种可能 因为中化市最近没有什么重大活动安排 这一点作为市领导之一的曾义很清楚 司机老张便道 市里昨天出了个案子 事情不大 却让人极其气愤 你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曾义说道 昨天上午 就在市中心广场的超市内 有个毛贼在偷买东西客人的钱包 一个五岁大的小姑娘给看到了 小姑娘就喊了一声叔叔 有人偷你钱包 结果呢 那毛贼非但不害怕 反而回过身 笑眯眯的在小姑娘的脸蛋上捏了两把 说小姑娘 你看错了 司机老张讲到这里 突然就有点激动了 两手都离开了方向盘 道 这天杀的毛贼 竟然在捏小姑娘脸蛋的时候 用刀片在小孩两边的脸上各刺了一个十字 等毛贼跑远 大家才发现小孩脸在出血 司机老张恨恨的一踩油门 道 别让我抓到这贼 我抓到他 肯定要打断他的胳膊不可 太无耻了 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这种人就该千刀万挂 生孩子没屁眼 曾义听了 也是极度气愤 直觉得心里憋得难受 正如司机老张所讲 曾义也是恨不得打断了毛贼的胳膊腿 昨天正好有省里一家报社的记者在超市采购 于是这件事就登上了省里的报纸 老百姓都很气愤 市局局长蒋洪亲自坐镇 说是要在48小时内把毛贼抓获归案 司机老张看到前面有车亮起红色尾灯 又恨恨踩了一脚刹车 道 早干什么去了 满大街都是毛贼了 才想起抓贼是自己的职责 曾义默然无语 他对中化市的治安状况也是早就不满了 要不是他只是个农委主任 怕是早就要向市局局长开炮了 曾义在座椅里一咬牙 道 受伤的小孩子现在在哪里 在市中心医院 老张回答着道 那小姑娘的照片我在报上也看到了 长得真漂亮 很是招人喜欢 现在被毛贼在脸上刺了两道 可千万别留下什么伤疤 否则真让人痛心 去医院 曾义没等司机老张说完 就直接吩咐道 司机老张似乎有点意外 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然后快速打下转向灯 一轰油门就来了个原地大掉头 朝中化市中心医院狂奔而去 老张也早就想去医院 看看那个受伤的小姑娘 到底怎么样了 只是事情闹大之后 医院都被安排上了人 严禁外人进行探访 老张一个开车的司机 怎么可能竟得去 现在一听曾义要去 老张把车速标的比平时可要猛多了 第七九七章 警服 来到市中心医院外面 曾义让司机老张停车 到路边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鲜花店 去买一个花篮 曾义则打开后备箱 然后拿出自己的药箱 从里面剪出一个小瓷瓶 打开确认之后 伸手塞到了衣兜里 老张停好车子 就捧着花篮 跟同曾义一起进了市中心医院 直接去了外科干部病房 到了干部住院楼下 就看到熟了很多的媒体记者 有医院的保安和市局的警察站在门口 检查进出每个人的证件 媒体此时不允许进入采访 理由是小孩子情绪不稳定 老张捧着花篮走到门口 就被医院保安拦下 道 你要探望哪位病人 证件拿出来我看看 老张掏出自己的证件 道 这位是我们是农委的曾主任 已是领导的身份 前来看望昨天被窃贼划伤的小女孩 保安有些拿不准 农委主任跑来凑什么热闹啊 旁边的警察倒是有点见识 知道曾义这个农委主任是如假包换的是领导 当下就朝保安打了眼色 示意让开通道 然后道 曾主任 您请进 旁边守着的媒体一听 有时领导前来看望受伤的小女孩 也不管是农委的还是政法委 当时一拥而上 把增益给围上了 一个个抢着发问 请问 市里会不会对受伤小女孩做出特殊关照 小女孩的赔偿问题该怎么解决 到底需要多久才能抓到行凶者 小女孩的伤情现在究竟如何 是否会留下后遗症 妾贼在公众场合行窃失败 竟然公然报复一位毫无自保能力的小孩子 对于中化室的治安问题 你怎么看 记者们也没有个先后次序 连猪炮事的发问 没见过这场面的 怕是此事都要被弄猛头了 保安和记者此事上前 开始维持秩序 道 请大家后退 让曾主任先进去 至于事情的发展和处理结果 请大家随时关注市里发布的公告 记者们不肯放弃 继续围着道 曾主任 请讲两句吧 曾一想了一下 便站定身子 面向记者道 首先我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 对于昨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本人和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感到非常的愤慨 其次 对于受伤小孩的医疗和后续问题 相信市里肯定会拿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 最后 对于中化室目前令人堪忧的治安状况 市里的治安执法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必须要有人为此事负责 说到这里 曾一朝记者一欠身道 请媒体继续监督报道此事 并且督促中化市的治安部门 做出实质性的行动和改变 说完 曾一转过身 领着老张走了进去 现场的媒体们有些集体发愣 大家做惯了社会新闻 平时也没少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所以对于曾一刚才的表态有些意外 首先 曾一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表示了非常的愤慨 而不是官方惯用的遗憾二字 其次 曾一作为一个农委主任 竟然直接向中化市的治安系统开炮 而且要求治安部门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和行动 这都让人感到非常吃惊 站在门外负责维持秩序的那个警察 也觉得曾一的话有些奇怪 只是究竟奇怪在哪里 他一时也说不出来 进门在护士台一问 得知受伤的小女孩被安排在六楼的特护士 曾一就和老张进了电梯按下六层的号码 到了六层 电梯门一开 就听到外面的楼道上传来声音 一天半过去了 你们没有一位领导过来看我们 现在过来了 就告诉我说凶手没抓到 而且一时半回都可能抓不到 你这么讲 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话的人语气很重 而且明显带着很大的气氛 曾一走出电梯一看 只见前面特护士的门口站了两个人 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面带怒容 情绪比较激动 另外一个穿着警察的制服 看警闲应该是市局一个职位不低的领导 你先不要激动吗 警服看着那年轻人 哦 发生这种事 你不愿意看到 我们也更不愿意看到 在这一点上 我想我们的心情应该是相同的 我们警方现在也非常想立刻就抓到那个行凶者 就连我们局长也是亲自上阵 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休息一分钟 目前是离所有的警力 几乎全都投入到抓贼的行动之中了 好多大案子也因此都暂时搁置下来了 警方为了这个案子 可以说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警服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道 作为伤者家属 我希望你们也能积极配合 并且给予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查找线索 寻找凶手 中化市有上百万的人口 想要找到行凶者 这需要一步步慢慢的排查 如果行凶者是流窜作案 现在很可能都跑出中化市 我们想要把他抓回来 那就更要费时间了 你这么讲是什么意思 年轻人盯着警服 道 你们警方时不时抓捕到凶手 准备发放弃抓捕了 警服眉头一皱 脸上稍稍露出一丝不悦 不过没有发火 耐着性子道 追捕凶手是我们警方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管他躲在哪里 逃得有多远 我们都永远不会放弃追捕 只是 这需要时间 我们恨不得马上抓到他 可现实是缺少线索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年轻人应该受伤小孩的亲人 此时似乎也很想发火 将心比心 如果被划伤的是自己小孩 谁都恨不得立刻抓到凶手 将对方千刀万挂 他恨恨一咬牙 那你说你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抓到凶手 两天肯定是有点困难 警服直接说出结论 那你们还需要多久 三天五天 还是十天半个月 年轻人气冲冲问道 警服道 话不能这么讲 顺利的话 或许下一秒就抓到了 不顺利的话 时间就会久一些 但不管如何 我们都会尽力去追的 这一点你们大可放心 年轻人被搞毛了 说了半天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刚才说抓不到 现在又说顺利的话 马上就能抓到 他一脸憔悴 心里满是火 哪有心思猜对方的意思 当时直接怒道 说来说去 你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 曾毅倒是有点猜到了 很简单 蒋大局长错误估计了形势 觉得发动所有警力全程不空 抓一个毛贼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这才对媒体讲了 要在两天之内要将凶手抓捕归案的话 谁知现在时间过去一天半 毛贼的下落还没有线索 眼看期限要到 蒋大局长的脸面往哪放 果然 经夫也不遮遮掩掩 道 之前为了能够快速破案 我们局长说了要限期两天抓捕凶手 我们会尽量争取在限期内抓到凶手 但如果万一抓不到 到时候你们心里要有个数 面对那些媒体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 年轻人有些快绷不住了 自己的孩子就躺在床上 好端端的一个漂亮小姑娘 现在脸上裹满纱布 警方没有抓到凶手也就罢了 竟然还要求自己配合着一起来说瞎话 这让他如何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 可是要是不配合 到时候警方一撒手 明着追凶 暗地里却不出力 自己就想看到凶手被绳制一发 那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想到这年轻人就真的有崩溃的迹象了 眼看就要爆发 警方真是闲情一致啊 曾毅此时开了口 慢慢朝那边搏过去 道 不去想办法如何追凶 道先考虑起替自己杀后的事情了 警服顿时脸一沉 回身冷冷看着曾毅 道 你是谁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司机老张往曾毅身旁一站 道 这位逝世浓尾的曾主任来看望受伤的小姑娘 警服眼中神光闪了两闪 最后脸了回去 老张一提曾主任 他就知道是谁了 自从江老师查中话之后 市里只要有点耳目的人 都知道曾毅是谁了 当下警服道 曾主任 我想您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们警方绝没有推诿的打算 没有最好 曾毅只是那警服几秒 这才挪开视线 然后对那年轻人道 如果近了力而没有在线期内抓到凶手 我相信你们伤者家属会给予更多的时间 去让警方去追捕凶手 如果警方没有尽力 我给你们一个承诺 我曾毅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督促警方全力进行追捕 直到将凶手抓捕归案为止 警服看曾毅这么讲了 也不好再对那年轻人讲什么 便道 曾主任 我还要继续去复得追凶 就先告辞了 说完警服抬手向征兴做了个敬礼手势 便转身而去 曾毅名义上是是领导 可真正的职位不过是农委主任 看起来很风光 其实论实权 还远远没有市局的一个副局长威风 甚至比派出所所长都有不如 在大家的眼里 真正的是领导 是对干部有着生杀大权的市委常委们 而曾毅这个是领导压根就不能算数 不过是享有是领导待遇的一个小干部罢了 所以警服明知曾毅是谁 也不把曾毅放在眼里 这完全都在情理之中 抓贼没什么本事 摆架子倒是一把好手 司机老张看着那警服进了电梯间 就朝对方消失的方向催了一口 恶狠狠道 我呸 第七九八章 报道在病房里 曾毅看到了受伤的小女孩 小女孩此时正在央求自己的妈妈 道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我和鸭鸭约好了要一起去游乐场 还拉了钩 不去的话 鸭鸭以后就不跟我玩了 鸭鸭去她姥姥家了 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年轻的妈妈只能抢颜欢笑 俯下身轻轻地道 要不等鸭鸭回来之后 你们再一起去游乐园 小女孩有些生气 嘟着嘴道 鸭鸭说话不算数 我们还拉了钩呢 年轻的妈妈便道 可能鸭鸭也想去游乐园 只是姥姥家太远了 她自己一个人不认识路 所以不能回来呢 鸭鸭的姥姥家在哪里 有去我姥姥家远吗 小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转移 刚一秒还在游乐园 下一秒就去了姥姥家 一样的远 年轻妈妈说道 小女孩便有些得意 道 我就知道怎么从姥姥家回来 压压真笨 身后的司机老张就深深叹息一声 多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啊 也不知道哪个天杀的毛贼 怎么下得去手 曾姥也是有些觉得难受 小孩子都非常乐观 或许从来都没有真正意识到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过这样才更让人难受 让人觉得愧疚 司机老张此时把花篮放过去 道 我们曾主任刚刚回到中华市 听说这件事之后 连家都没回 就赶过来进行看望 屋里子还有好几位大人 估计都是小女孩的亲人 听了司机老张这话 也没人有所表示 这时候就是市长来看望 也换不回不受伤的小孩了 曾义也不生气 道 我们看一下孩子的伤口吗 屋子里的大人依旧没有任何表示 看着曾义的眼神似乎还带着点愤恨 你假惺惺过来 就是要看孩子脸上的伤口 这不是要在我们做家长的心理伤口上 再撒把言吗 曾义便解释道 请你们不要误会 我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因为我本人以前就是医生 我在南疆省保健委做过保健专家 还担任过京城医院的院长助理 我只是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希望能对小孩的伤势恢复有所帮助 屋子的人就互相看了看 谁也摸不准曾义的话是真是假 老张就道 我们曾主任主持农委工作 平时非常忙 要不是真心真义想帮孩子 根本没必要过来这一趟 刚才站在外面的那位年轻男子稍微一想 便道 曾主任 谢谢你 他之前也看到曾义对那位警官的态度了 这是跟曾义这位农委主任没有半点的关系 曾义就是不露面不表态 也绝对没人会说什么 甚至那样才是一位农委主任该有的表现 曾义摆摆手道 是我要谢谢你们肯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对于中化市的治安状况 曾义早有发觉 只可惜能力所限 没有用武之地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 虽说跟曾义没有半点关系 但也让曾义多少有点愧疚 毕竟他拿着一份是领导的俸禄呢 整得了年轻男子的同意 曾义便吩咐老张去外面的护士站拿酒精 纱布 生理盐水之类的东西 老张倒是很利索 很快就拿了回来 拆开小女孩脸上的纱布 曾义观察了一下伤口 情况不算很严重 窃贼用的刀片非常锋利 几乎可以比得上手术刀 所以伤口非常平整 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只是小女孩两边脸上那赫然醒目的两个十字 让曾义的双手不禁青筋暴露 额边的太阳穴也突突地跳了两下 这是曾义生气到了极点的表现 看完伤口 曾义道 伤口还算平整 没有大的撕裂伤 应该可以彻底愈合 说着 曾义从兜里拿出小瓷瓶道 这里有我带来的一个药 换纱布的时候抹在伤口上 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就是以后出院了 这个药还可以坚持抹 能在最短时间内去吧 说着 曾义把药瓶放在病床前的柜子上 至于用不用 必须是小女孩家属同意 曾义不能自作主张 叔叔 用了你这个药 可以明天回家吗 小女孩问道 曾义摇头 道 不能 至少得一个月 小女孩一听就有些惊讶 回过神 她就朝自己父母瞪眼 大概是觉得受了父母的欺骗 曾义此时又道 不过 你要是能做到一件事 三天就可以回家了 小女孩就小鸡吃米一样点头 道 那我做到三件事 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回家了 曾义便笑道 如果你能做到不讲话 不笑 不哭 就可以一天回家了 少做一件事 就要在这里多住一天 我能 小女孩张嘴就准备说自己能做到 结果一张嘴 就发觉自己好像犯错了 立马伸出手捂住嘴巴 小眼睛巴巴看着曾义 像是犯了错 祈求原谅似的 曾义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小女孩的伤在脸颊上 肌肉比较紧绷 做太多表情 或者说太多话 都会导致伤口再次开裂 甚至是难以愈合 所以要想办法让她尽可能安静下来 屋里都是成年人 看曾义用这个办法骗小女孩不说话 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当下对曾义的医生身份打消了很多顾虑 曾义看了看小女孩 回身对那对年轻夫妇道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通过针灸 让脸部的肌肉暂时松直下来 这样小孩子只要不是非常剧烈的大哭大喊 一般都不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 年轻男子变道 方便的话 就拜托曾主任给用一下针灸的办法 伤口撕裂在愈合 必然会留下伤疤 这个道理孩子家属肯定知道 就像平时身上一些小伤口 结疤了你接掉再结疤 如此反复 最后留下的必然是无法复原的疤痕 曾义这次没有选择回避 他伸手一拉 扯下了那根缠在手指上很少动用的金针 然后一拉 金针顿时笔直 细细听 还能听到金属震动发出的嗡嗡声 别说是在场的小女孩家属 就是一旁的司机老张都瞪大了眼 曾义手指上的戒指他几乎是天天能看到 但从来没想到这竟然会是一根金针 曾义拿酒精处理了一下金针 对小女孩道 刚才你讲了两个字 现在我要扎两针赶紧补救 不然你就要在这里待一个月了 小女孩眼里有点恐惧 不过小眼睛转了半天之后 最后紧紧地闭上 来了个视死如归 曾义找好位置 便一针刺了下去 用手法轻轻地碾提了两下 然后又换了一个穴位 再次时针 整个过程不过半分钟 针酒便结束了 把针重新缠在手指上 曾义道 好了 小女孩睁开眼 眼睛里有些疑惑 她根本没感觉到 平时扎针时的那种疼痛 她很想问 但一想开口又要被扎 就只好用眼睛继续疑惑地看着曾义 曾义也没有解释 免得到小孩再次讲话 她的这根金针非常细 扎进去比蚊子盯了的感觉 只清晰一点点 所以很难感觉到 看过伤口 又试了针酒 曾义的心才放下来 她之所以非要过来一趟 就是想帮一些力所能及的忙 要亲眼看过才放心 吩咐了一些注意事项 又表示会让市里严重关注此事 务必会把行凶者抓捕归案 曾义才离开医院 岂有此理 市局局长蒋红医长拍在桌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怒不可恶地道 她曾义算个什么东西 治安系统的事情 什么时候也轮到她能说三到四了 几千名警力连日连夜的奋战 她却躲在背后对记者说风凉话 无耻之急 一大早 媒体们对于小女孩被窃贼划伤的事情 进行了追踪报道 曾义在市中心医院的话 自然也被刊登了出来 蒋红看到这份报道 恨不得能找曾义当面去质问 中化市的治安状况 到底有多么的让人堪忧 你曾义说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 讲的是谁啊 是不是打算让我蒋红出来负责啊 实质性的改变和行动 难道我派到大街上的几千名警力 都是假的 都是摆设不成 蒋红气得两手插腰 上次你曾义说是大平线警察越境抓捕 给了市局一个大难堪 最后还差点把去年市局 已经结案的案子给翻过来 这件事情 我蒋红都还没去找你的麻烦呢 现在你又再次来找麻烦 真当我蒋红是软柿子 想捏就捏嘛 蒋红确实有点想不通 你当你的农委主任 我当我的公安局长 我的手也没伸手你的农业领域吧 怎么你曾义接二连三的插手治安系统的事 是我蒋红刨了你家祖坟 还是你曾义把自己当市长了 旁边站的 正是昨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那位警服 他道 蒋局 今天天黑之前钥匙还不能把凶手抓住 明天报纸上的新闻怕是会更难堪 必须得想想办法呢 蒋红便看着那位警服 道 伤者家属那边去谈了吗 警服点了点头 不过很快又摇头 道 昨晚我去谈 正好让这位包打天下的曾主任给碰到了 没怎么谈成 蒋红就恨恨地咬咬了咬牙 要杀曾义的心思的都有了 你小子左右冲好人 分明是要看讲某人的笑话 让我出丑啊 他咬着牙道 再查 在找线索 天黑之前 务必要给我找到凶手 说完 又是一锤砸在桌上 第七九九章 口车 司机老张早上来接了曾义 开车往农围驶去 打街上和平时一样 依旧是人潮西让 不同的是 每个重要交通路口都有警察在进行领解 一晚上又过去了 还是没抓到凶手 这帮警察都是干什么吃的 司机老张不满地嘟囔了一声 前面有个十字路口 车子需要左转 老张把车子驶入左转车道之后 看看绿灯还有几秒的时间 就加了一脚油 准备迅速左转 谁知刚赶到路口 绿灯正好变红 老张只好一个狠狠的刹车 看看将车停在了线内 嘴里同时忍不住又嘟囔了一句 这条路他每天都走 按照刚才的时间 绝对能稳稳转过去 今天不知怎么就差了那么一丁点的时间 眼睛盯着前面的指示灯 心里同时数着秒 就在红灯变绿灯的一瞬间 老张踩下油门 同时车子向左猛一打方向 抢在所有执行车的前面 完成了左拐动作 整个过程又快又稳 显示出了老张作为一名几十年老司机的水平 车子拐入左边的道路 老张正要变档提速 就看站在路边的警察一抬手 示意他靠边停车 又来了 老张低声咒骂一句 这帮警察是什么眼神啊 是老子很像凶手 还是这辆车很像贼车 怎么到哪里都被拦下来检查 牢骚归牢骚 老张还是将车子停在了路边 一手就去抓自己的证件 这次的警察不是民警 而是交警 上前抬手一个敬礼 道 驾照 行驶证 老张把自己的证件一起递了出去 道 同志 我们是农委的 赶时间 交警表情严肃 拿起老张的证件扫了一眼 就道 赶时间也不能违反交通规则 刚才路口停车时压线了 启动的时候又闯了红灯 按照相关规定 需要扣分并处罚款 请你把车子熄火 下车接受处罚 司机老张一听 就有点恼火 道 同志 你说话可要有证据 我也是老司机了 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交警面色镇定 盯着老张道 你是老司机 我也是老交警呢 请你下车 我拦你的车 自然有拦你的道理 司机老张这回真生气了 一解安全带 就准备下车跟这个交警理论 今天真是邪了门 平时走得好好的路 偏偏处处不顺 刚要推车门 曾毅在后面按了一下老张的肩膀 道 有记者 老张心中一惊 扭头朝路边看去 果然 就记者就扛着摄像机躲在路边的标志排后面 要不是曾毅出声提醒 老张根本就没看出来 老张在机关里坐了这么多年司机 大风浪没见过 小风波还是经历过 当下就知道自己今天被算计了 怕是这些记者和交警早就等着了这里 只为堵自己 至于原因是什么 很可能就是昨晚曾主任在市中心医院的表态 那番话让有些人不高兴了 明白这一点 老张立刻就想出了对策 低声道 曾主任 一会我下车立刻开跑 把他们引开 你找机会先走 今天的事情 肯定是冲着曾主任来的 所以老张的第一个念头 就保护曾毅离开现场 曾毅摇摇头 表情非常平静 道 你只管下车和他们理论就行 被拍了也无所谓 说完 曾毅抖开一份报纸 往后面以背离一靠 不慌不忙地看了起来 丝毫就没有走人躲闪的意思 老张就有点明白曾毅的意思了 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刚才的动作 以自己多年开车的经验 刚才绝对是没有闯灯 要说压线 或许有可能碰着一丝丝 但真要论起来 到底压没压 怕是把监控图像调出来都很难确定 想明白这些 老张心里就有底了 推开车门跟交警理论去了 反正就一条自己坚决不认可交警的判法 大不了就行政诉讼 让法院来判好了 只要自己不认 那就只能算是纠纷 看你们这戏要怎么唱 老张一下车 那边躲在标志牌后面的记者就冲了过来 围着老张开始拍照 完了还对着车内的曾毅进行偷拍 曾毅看到了 也只当什么都没发觉 自顾自地看报纸 在车外争论了有十来分钟 路口就慢慢为上来一些群众 看到还有记者在拍摄 好奇的就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车试试领导的车子 刚才左转的时候压线 又闯了红灯 司机不承认 还跟交警吵了起来 刚才还用机器验了 说是司机酒驾 麻痹的 这些官车平日里横冲直撞 早该管管了 我支持交警 电视台这次也长脸了 给他拍下来在电视上曝曝光 看以后哪个官车还敢耍横 群众围着增议的车子 议论纷纷 不是对车里的增益值值点点 民怕官 但也因为这个 让民跟官天然对立 听说官车闯红灯 司机耍横 大家几乎不假思索 就认为一定是真的 只有如此 才符合官车的风格 才符合官车司机的风格 不过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 有的人还是很善于思考的 当时怀疑道 谁告诉你们这是当官的车子 当官的能开着破车 反正我不信 就这车我看比市里的出租车还破 当官的敢坐 有人这么一怀疑 倒把现场的人给弄猛了 围着增议的车议论了半天 很多人都有些拿不准了 中化市可是经济大势 财政富裕 再穷不能穷领导 要不是上面有政策压着 市领导就是每人配量兵力 劳斯莱斯 那都是有可能的 怎么可能有市领导出门 还用这快要报废的桑塔纳呢 时间在过去十分钟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议论的声音传到耳朵里 那位交警就有些无法镇定自若了 本以为是手到擒来的一件事 怎么会闹成这样 我对你的这个认定不符 有没有闯红灯 不是你说闯就闯了的 必须要有证据 司机老张深刻领会了增议的指示 嗓门掉到最大 嚷道 请在场的媒体和群众作证 今天警察不管是扣车 还是罚款 我都认了 但我一定要跟他们 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绝不助长他们交警 凭主观随意处罚的风气 现场的群众彻底被弄猛了 比起官车横行 他们更恨交警的随意处罚 毕竟横行的官车 自己一辈子都难得碰着一次 可交警处罚大家几乎人人都有碰到 而且是天天见 一个敬礼至少一百块 谁不心疼自己的钱啊 对 跟他们打到底 人群里就有了起哄的声音 交警额上的汗就流下来了 他的任务是抓增一个官车横行的现行 可不是要打官司 真要是打起官司 事情怕事就要闹得无休无止了 心里一琢磨 交警有了主意 拿起证件对老张 哦 今天你违规在先 但情节不太严重 再见于你态度 态度不错 急于口头警告 希望下不为例 说着 交警把证件要递给老张 先把老张弄走再说 估计该拍的记者也拍到一些 总会弄点边角料的 老张根本不上当 一甩手 不接证件 哦 违规就是违规 没有什么情节严重不严重的 你必须给我一句肯定的话 我到底有没有违规 我清清白白做了这么多年人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犀利糊涂 交警自然不会说老张没违规 说了岂不是自己真成了随意执法 再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自己这么一讲 那今天的事成什么了 非但没法向领导交代 还会让领导成为市里的大笑话 老张也不跟交警再辩驳 道 既然你说不清楚 那就扣车扣证吧 车子 驾驶证 工作证 身份证 我全都交给你们 等你们调查清楚了 再找我不迟 说完 老张反身到车窗跟前 轻声请示道 我们走吧 曾一点点头 没有任何迟疑 推门下车 把报纸往车里一扔 就朝路边走去 老张紧跟其后 两人到路边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就打车离开了现场 只留下交警在原地发愣 还有几十号群众在那里议论纷纷 交警看着车子 再看看手里的证件 顿时头大不已 他此时才知道今天的事情非但不是轻而易举 反而棘手得很 他错就错在把司机老张 等同于平时所见的那些平头老百姓了 虽然也拉来了记者站脚助威 可人家根本就不怕 得知没有抓到增益的现行 反而还扣住了增益的作家 市局的一位大领导忍不住把杯子摔的 破口大骂道 蠢货 十足的蠢货 抓不住现行就赶紧放人 扣车做什么都是饭桶 这位大领导还是很有经验的 如果抓不到现行 那就干脆装耸 让增益的司机要舞扬威耍一番横 然后再做出迫于压力的姿态 给予放行 只要记者在旁一拍 再加上群众一作证 这事就算成了 就算你增益的观车没有横行 那也逃不掉一个司机苟杖人士 辱骂交警 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现行 可现在算怎么回事 把增益的车子给扣住了 倒给了对方一个配合检查的姿态 而且这车子放在交警队 该不该送回去 有谁送回去 这些他娘的全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啊 第800章 反击回到市农尾 司机老张由此愤愤不平 道 曾主任 这件事绝不能就这样算了 他们这是故意找茬 想抹黑你的形象 曾义没有讲话 这件事他肯定不会算了 从昨天在市中心医院对记者表态开始 曾义就料到市局肯定会有人搞一些小动作 但没想到会这样快 要是这帮人能把这种镜头的一半用到搞治安上 那中华市的治安环境都不会差到这个地步 只是就算咽不下这口气 曾义手上能够制衡市局的手段 却几乎是零 哪怕曾义就是水电公司的一个小头头 也能掐断市局的水电 哪怕曾义是市政工程公司的 也能在公安局的门口挖个坑施工 反制不能 也能恶心恶心对方 可作为一个农委主任 曾义能对市局做出什么反制措施呢 老张气话归气话 但他也清楚这个亏怕是吃定了 市局要整治农委 手段多的是 可农委却一个反制手段都没有 进了办公室 曾义坐在那里喝了杯茶 然后掏出自己的私人电话 想了片刻之后拨给了徐丽 道 徐丽 叫上两个兄弟 我要办一件事 好 徐丽应了一声 道 人员随时到位 曾义便在电话里对徐丽简单一吩咐 最后道 事情一定要办得干净利落 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明白 徐丽冰冷的语气难得出现一丝激动 自己在中华隐藏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有伸展拳脚的机会了 他道 请你放心 曾义就没有多说什么 徐丽办事从来都没有差池 自己只用嘱咐一句即可 根本不用多说什么 他道 事情办成之后 让人带着东西直接去云海 我会安排好一切 好 徐丽又是简单干脆的一个字 挂了电话 曾义把电话拿在手里使劲钻了钻 今天早上的这个事情 已经表明 市局 仍然不肯正视中华市治安状况 令人堪忧的局面 他们没有人愿意出来为此负责 也没有人想切实做出改变 他们想的只是对多管闲事的曾义案中下半子 警告 任何人都不能插手中华市治安系统的事情 所以曾义决定再出一记政权 必须要把市局这些人给打疼打醒 打得他们必须去为治安状况的好转 做出实实在在的改变和努力 曾义既然在记者面前都那样表了态 那就表示这件事曾义要管到底了 他已经跟市局撕破脸皮 就不怕脸皮再破一些 哪怕就是跟市局打破了头 也不能任由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就这样发展下去 下午的时候 蒋红到市政府 去向市长张卫正汇报追凶的工作进展 眼下这件事省内全国都在关注 两天的限期已到 市里要对外界有一个说法才行 走下警车 蒋红抬头看看市政府楼上那巨大的国徽 心里头有些沉甸甸的 自己这次真是错过了形势 几千名警力洒出去 把装画室都翻了个底朝天 竟然没揪出那名行凶者 一会上去可怎么向市长交代啊 上楼进了市长办公室 张卫正正在宁眉看着一份文件 表情很是严肃 看到蒋红进来 张卫正放下文件 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道 蒋红同志 坐 说说情况吧 蒋红上前一个敬礼 并没有坐 而是道 市长 是我无能 请您批评 张卫正的眉心又拧到了一块 道 凶手还没抓到 蒋红便道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锁定 只是一时半会无法确定其位置 根据我们得到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出我是范围 张卫正伸手抽出一支烟 闷闷点着吸了一口 道 你确定吗 蒋红想了一下 还是道 基本确定 张卫正显然不太相信蒋红的这个说法 市里各处路口全面封锁进行检查 犯罪嫌疑人不是逃不出去 只是顶峰逃出去的可能性非常小 现在两天期见到了 蒋红没有找到人 自然会找个说辞 说是嫌疑人逃出了中化 这样就不是中化警方追凶不利 同时也给了市局更多的时间来追踪此案 从内心讲 张卫正也希望蒋红说的都是真的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中化是上下都没有好处 确实需要冷一冷了 但是 万一这是蒋红的临时借口 是里话一没落 嫌疑人被群众举报 在中化市被捉获 要是有人叫起针 倒让市里有些被动 不过 这都是小问题 就算有人质疑 市里也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得通 比如犯罪嫌疑人再次潜逃回来 比如市里是在故意麻痹犯罪分子 所以 张卫正还是在心里选择了支持蒋红的这个说法 只是他强调到 犯罪嫌疑人就是逃到天涯海角 也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 想办法给我抓回来 蒋红就直了直身子 道 我们已经发了通缉令 同时成立了专案组 不管下大多的力气 都一定会把嫌犯抓回来 这关乎到我们市局的荣誉和尊严 你明白就好 张卫正微微汗手 然后又沉声道 现在外面对我市的治安状况多有质疑 市局要切实拿出整改措施来 蒋红心里一咯噔 市长这句话的意思 道和增议是一个立场 要求市局有人出来为此负责 这让蒋红有些忧虑 看来市长对于市里的治安状况也有所不满啊 想了一下 蒋红道 我是治安状况大体稳定 这次的事件只是个例 不过我们会通过这次的事情积极总结 吸取教训 并且查找工作中的缺失 努力提升把我市的治安环境 张卫正便不再讲什么了 作为市长 他把意思点到即可 相信蒋红 肯定会拿出一个让群众满意的处理方案 对于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张卫正并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他出去所看到的 无非都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就算有个把的刁民 但绝对没有什么汉匪 不过今天早上媒体报道增议的话之后 张卫正特意让人去调查了一下得到的反馈 竟然是很多市民 都对中华市的治安力度和状况不满意 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小偷小摸问题 很多人可能以为 市长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拍屁股做决定的 这种想法多少带有一些偏见 作为地方行政机关首脑 市长每天得到的信息和数据 远比常人要多很多 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多 并不像大家认为的只是从报纸和电视上获取 或者是下面粉饰过的汇报文章 报纸是用来了解上面政治风向的 而了解本地民情 市长有很多个渠道 比如成料队便是其中的渠道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渠道 换言之 只要市长想了解一件事情 他就一定可以了解到 只怕他不愿意去了解 蒋红出了市长办公室 心里松了口气 同时琢磨着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听市长的意思 这次必须要处理几个人了 下楼刚出门 就看司机面带尴尬上前 道 局长 您过去看看吧 蒋红眉头就往下一沉 看司机的这个脸色 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事 司机也没敢多解释 在前面就往蒋红的作家而去 蒋红夺步跟在后面 等到跟前看清楚状况 蒋红的鼻子都快起歪了 他车子的左前轮上 被人用U行锁把一辆自行车锁在了上面 蒋红大怒 道 这是谁干的 司机道 我刚才就去里面上了个厕所 回来就成这个样子 我问过门卫了 门卫说 是看到农委的曾主任骑着自行车进去了 蒋红气得两手青筋都爆出来了 曾义这个王八蛋 真是什么没品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啊 别人出了丢人的事情 生怕别人知道 可这曾义却是反的 他只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车子被交紧扣了 车子被扣了 他就骑个自行车 跑到市政府大楼来 广而告之了 这是在打蒋红的脸啊 曾义这是在告诉市政府里面所有的领导 你们也都锁起脑袋 千万别对市局指手画脚 弄得蒋局长不高兴了 明天你们搞不好也会被交警扣下 旁边还有记者拍照摄像呢 无耻小人 蒋红气得怒骂一声 甩袖朝市政府门外走去 这使他没法去跟曾义理论 自己错就错 再没想到曾义会这么无赖 别人至少还会讲一点当领导的体面 可这小子半点体面都不要 为了把你拖下水 他完全不介意自己先沾一身泥 碰到这样不讲究的干部 蒋红也没什么辙了 横得就怕着不要命的 你去跟曾义理论 搞不好曾义能当场喷你一脸血 让你今天无法从事政府全身而退 曾义不讲究 可蒋红还要大局长的体面呢 蒋红出门的时候 市政府的门卫都躲在房里不敢出来 只要眼睛不瞎 都能看出蒋大局长火气冲天 门卫亲眼看到曾义把车子锁在那里的 可是没敢直讲 直讲了看见曾义骑车进去了 两位是领导之间的恩怨 哪是小小门卫可以掺和的 蒋红到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 气呼呼地走了 把司机都给扔在了原地 司机急忙又拦了辆车 匆匆追了上去 等出租车跑远 是政府的门卫才从门房走出来 站在路边伸长脖子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 嘴里嘖嘖有声 自己在市政府看了十来年大门 今天这种稀罕事 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赞了 感谢观看